中秋节到了 狐狸猫邀请李黎麦麦 一起到家里烤肉 贴心的狐狸猫 先将肉串放到烤肉架上 等着朋友们到来 一踏进狐狸猫家 扑鼻而来的香味 让李黎麦麦等不及了 马上冲往烤炉 抓了只肉串大口咬下 麦麦一口接一口地吃 塞了满嘴食物 还是忍不住大赞 狐狸猫的肉串 怎么那么会烤肉啊 肉的熟度拿捏得恰到好处耶 才说完一转头就发现 李黎的表情怎么怪怪的 原来李黎咬了一口 就发现肉的内部 竟然还没熟透 根本不能吃啊 狐狸猫百思不得其解 肉的厚度差异不大 而且肉串是同时放上烤肉架 怎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 这时 李黎发现 自己手上的肉串 是用竹签串的 而麦麦手上的肉串 则是用金属针串起来的 一个是金属 一个是非金属 或许 这就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哦 于是李黎串串麦麦针对金属与非金属的差异 各提出一个可能的推论 请你一起想想看 哪一个推论比较合理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先让我们想一想 肉是如何烤熟的吧 要让肉烤熟需要有足够的温度 所以烤炉提供热源后 必须要将热传播到肉上 才有办法将肉烤熟 那么热是如何传递的呢 让我们仔细观察 放在烤网上的肉串 肉串和烤网直接接触的部分 有着比较深的纹路 看来 当肉串与烤网接触时 热会从高温的烤网 传递到低温的肉串 这种传播方式就称为 传导 传导是固体主要的热传播方式 会发生在互相接触的 不同物质之间 就像烤网与肉串互相接触时 也可以发生在物质内部 所以 即便肉串不是每个部分 都与烤网接触 但肉串本身 也可以藉由传导 将热均匀地传递 每一种物质 传导热的速度也有所不同 金属有良好的热传导效果 这就是为什么 在同样室温中触摸一块金属 与触摸木头相比 会感觉金属比较冰凉 现在我们终于知道 因为金属针有良好的传导效果 所以 用金属针串的肉串 才会比用竹签串的肉串 还快烤熟啊 找到金属针和竹签影响肉 烤熟的原因 麦麦又看到狐狸猫 隔着烤炉一段距离 在烤棉花糖 这时他又有疑惑啦 诶 为什么棉花糖和烤网 没有直接接触 热却能传递到棉花糖上呢 这里就让我们一起认识 另一种热的传播方式 除了刚刚提到的传导 热也能经由液体 或气体的流动而传播 这种传播方式就称为 对流 如果我们在水中洒入木屑 加热时 木屑会由下往上循环流动 这是因为杯底的水受热 体积膨胀 密度变小而上升 上方的冷水 因密度较大而下沉 透过这样的持续循环 就能使热源提供的热量 传播到整杯水中 在我们的生活中 也常应用热对流现象 像是冷气机与电暖气 放置的位置 就需要考量热对流 现在请你利用 热对流的概念想一想 要如何放置冷气机 与电暖气呢 没错 因为热空气会上升 冷空气会下沉 所以电暖气 立于地面 而冷气机 安装在房间的上方 同样的 烤棉花糖这个例子中 碳火上方的空气 受热膨胀 密度变小而上升 这就是为什么 不用接触到烤网 也能藉由上升的 热空气加热 烤出热腾腾又美味的棉花糖 这时 聪明的里里提出疑惑了 热空气会经由对流上升 可是 我站在烤炉周围 也可以感受到热啊 除了传导与对流 还有一种传播热的方式 称为辐射 里里在烤炉旁 能感受到热 就是烤炉的热 以辐射的方式 传递到周遭所造成的 辐射和传导对流不同 这种热传播方式 是不需要介质协助的 像是地球与太阳之间 几乎没有介质 传导与对流 这时候派不上用场 就是靠辐射 来提供源源不绝的太阳热能 给地球 其实不只是太阳 任何物体 都能够以辐射的方式 吸收或放出热能 而且 表面颜色较深的物体 较容易吸收 或放出辐射热 表面颜色较浅的物体 则较不容易 这就是为什么 在大太阳下 穿着黑色衣服 会觉得特别热的原因 最后 让我们跟着狐狸猫 一起回顾 今天学到 哪些热传播的知识吧 热会从高温传到低温 热有三种传递方式 分别为 传导 对流 辐射 传导对流需要介质 辐射不需要介质 固体传播热的主要方式 是传导 金属的传导效果 比非金属好 液体和气体 传播热的主要方式 则是对流 热空气会上升 冷空气会下沉 颜色深的物体 吸收辐射热的效果较好 最后给你一个小问题想想 下雪时 如果将梅灰 撒在雪地上 太阳一出来 雪很快就融了 这是为什么呢 欢迎你去找寻答案 留言在下方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